親愛的作品 我想拍一下是那個 看看馬斯堡現在面臨這個發展 但我想拍那個 例如要拍子的原因是 因為政府說沒有地 他有Hitner Agenda 想參觀融合 我想看看能否表現出這種東西 拍照是為甚麼呢 我自己覺得當有一個目標地拍 而不是純粹說這個鏡頭漂亮的時候 究竟拍攝時在想的是甚麼呢 其實也不是很知道 因為沒有學過 就會去買一些書來看 這裡也有些 可以拿去拍一下 但其實我又不是經常去做這件事 我不是記者或沒有人教 就不太懂得如何才叫做那個時刻是重要的 有個農夫在旁邊 我想拍一個行人演進 但拍不到 譬如現在身處的馬斯布村 就是粉嶺北四條村其中一條 面臨一個叫做新界東北發展的規劃 起碼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不公義的規劃 不論它規劃中 還是真的被它過了之後的想像 都知道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要反對這件事 不論用甚麼媒介 都好 其實是想讀那些人去了解這件事 是好的 這個活動是很好 對中了的題目的 但是很可惜 如果你真的要用圖像去組一個好的故事 我們其實會認知你每去這些活動 你頂籠真的拍得好 入到的故事不會超過兩張 你去參加這些所謂的 已經準備好這些活動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強烈的 知道你想做甚麼 我現在見到 譬如去這個活動 你都是很基本的 你是在記錄這個活動 這個是好的 以一個紀錄層面來說 但你現在是想說一個故事 你甚至說這個故事 是比這個一天之內的活動 是很多很多的 嗯 Urban versus nature 跟著這個就是抗爭的圖片 這個就是一些close-up 一些很細緻、陸墓 真是很重要的那些action shop 那不如生活上呢 我們選了生活的東西 你不想 如果生活其實是想說到那種 起碼在這裡生活是開心的 不是那些人安住了屋 好像低下界層一樣 在田裡有另外一個生活 開心的 沒發現 我覺得好 上下界屋 超貝炮的 像是偽贈的 好像是偽贈的 超貝炮的 真的好貝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